再把镜头转回到国内的彰化县 有300多名反对国光石化的自救会民众 今天聚集在县政府前面 抗议县府为了让国光石化的环平过关 故意打压 不让大城沿海失地列为保育区 这些抗议的民众 因为见不到县长卓博元 情绪是更加的激动 他们说在27号环平会议之前 天天都要来抗议 绝对不让国光石化落脚在彰化县 拿着黑白骑着和彰化沿海的养殖科科 300多位方员以及大臣自救会的乡名 一路游行到彰化县府表达诉求 远景手持盾牌 就怕民众的抗议行动脱去 而环保团体演出行动剧 抗议县府为了让国光石化环平可以过关 特意打压不让大城沿海失地 列为国际保育区 彰化海岸本来应该要列为国际级重要失地 可是彰化县政府为了支持国光石化的开发 阻挠彰化海岸名列入国际级重要失地 国光石化环平进入最后阶段 环保署25号召开国光石化环平专案小组会议 环保团体及彰化当地的农民担心 有条件通过环平继续发动抗争 他们表示彰化沿岸包括方苑 大城等沿海地区 从大渡溪口以南到左水溪 都是拟植潮间带 具有国际级的失地条件 更是沿海养殖重症 军民担心对他们的生计造成冲击 我们虽然我们都很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但是这一案我们是尊重专业的考量 见不到县长卓博员 民众实在很生气 不过因为受限集会有刑法的规范 只得在远景劝说下解散 不过自救会案环保联盟表示 在27号环平会之前 他们天天都要来县府抗议 如果国光石化环平通过 不派出发动更大抗争 记得林健身赖世杰 彰化报导 不知老一辈的渔民走上街头抗议 彰化高中有将近500名学生 在校园发起了静坐行动 他们表示先前在网路上的联署 已经获得2000多人支持 希望那些有权力制定政策的大人们 能够听一听年轻世代 想要守护家乡环境的心声 以彰化高中 彰化女中为主的 一群彰化高中生 在网路上发起了联署行动 反对国光石化在自己的家乡彰化来设场 目前已经有2600多人参加 今天在彰化高中的校园里 学生更自发性的利用下课空档来静坐 表达年轻人对于自己 未来生存环境的重视关切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设场 就是方法可以发展其他的产业 从搜集资料 印发传单到发起活动 学生感应了社会的脉动 也激发出更多的思考 我们现在有多少绿地 我们就保存多少绿地 因为已经是开发的已经算很严重 我们是发自最内心最真诚的那种声音 那希望我们能够借由这种声音 唤起那些也许大人们吧 或许商人们 他们内心最深出那块对于本土的关怀 对于国光石化这个开发案 他们很有想法 但是在整个过程却是理性沟通 呈现多元观点 并且彼此尊重 他们的身份虽然是学生 但是已经给所有的人 都上了一堂重要的民主课 记者林子涵 柯金源 陈中峰 彰化报导